让我们把时间交给接收席 现在的比赛就来到了一个既胶着又激烈又难以预测的很有趣的局面了 下一局又赛顶了 没错 而且现在是双方胜者继续打输掉的一方放下的局面 是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经历了这一次打平 双方的心态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就感觉RW霞前面一直处于领先 他先赢了第一局 后边也是他先赢了第二局 后边都是LGDNBW一直在追嘛 如果说先让LGDNBW拿到了这个赛点 那就不一样了 气势上就不一样了 没错 确实 因为前面RW霞其实一直是压航着LGDNBW的一头的 就是这个一鼓作气嘛 但是你一定要保持住现在这个气势一跌啊 不好讲 最重要的就是前面他们输掉的这局是因为欲速则不达嘛 他不太快了本来是有优势的 他下了一波出优了 找不着上车了 然后前面打的又得过猛了 导致这个优势瞬间丢掉而输掉了比赛 就看他们这局能不能调整回来 然后就是在 杭州LGDNBW这里 他们回来没有 这是个问题 这是他首先他们调整回来没有 就是RW霞这里这个士气啊 冲劲肯定要降一降的 反正相应的蓝色方的杭州这边能不能提一点 然后就是在BP这里 BPRW霞是选红了 那也就意味着他的单位固定的情况下才会这么做 季上满大桥 季上满大桥 所以现在放在杭州LGD这里的就是有一套体 就是这个鲁班纳史加皇中的体系 对 但你前三组出 但是RW霞有打的 那就没了 但是你有时候就算知道对面有套打你的 你也得出 你不能说阴阴费时我不拿了 那你这套就直接费了 是的 对吧 先搬了沈盟西 我感觉有那个味 来看看 这沈盟西搬的就像是鲁班纳斯的味 搬了一个前期消耗很强的英雄 小满 那可能大桥也有可能会犯了 反正 上一局他是先搬的大桥 这把的话先搬小满 后边他可以考虑 第二个搬位 莫子 那可能会搬鲁班纳斯的 就是我命牌我搬你莫子 就是要鲁班纳斯 但是这个思路啊 你不能说仗角就亏了 就我通过这种方式逼出一个大桥来 其实也行 确实 对吧 他怎么配这个大桥 就是你看你自己这个大桥 能不能赢下来 这个大桥赢下来就没说的 对吧 如果赢不下来的话 那他没必要先拿呀 因为对手用过了 他不着急拿 所以我这个大桥可以留到后边 还可以骗你一个班位 没错 欣赏露娜 而且他还有可能不拿这个大桥 这是他的主动权 是的 如果说配了露娜一般来说 就不拿大桥了 是大桥配露娜听起来是有点怪 啊 没怎么见过反正 是 赤城的露娜 也是招牌 这赛季都是配鲁班纳 是黄中用的比较多一点 胜率还可以 流气冲天 哦 牛魔直接亮 刚刚就告诉你别费心了 我不拿 我不拿我不要 好 黄沙席露娜 牛魔加哥亚 那这俩 那这俩班位其实班的就挺难受的 对 而且 小洛这把得出坎边 怎么说呢 其实 相对来说也还好 你看RW的话 拿一个夏侯拿一个完刀军 我觉得这两个都算版本提灵嘛 是的 是的 对吧 三楼直接出架楼了 那有走位 一会儿给你来个张良这种东西 其实你压力是很大的 而且我和招军打那个 牛魔也是比较好打的 抓牛魔释放技能的前傲 对 上官吧 就是你不管是顶过来呢 还是 大招 在那放大的时候 很容易很容易吃那个洞 太义 对 两边的太义胜率特别好 都在75% 太义第一局 LGDNBW是 输掉的嘛 就没了 这个英雄 他还是得管一下的 蒙田 可能他后面 换大小 但是阿里也没了 是的 主要是这把小路玩什么坦边了 因为前面连波 用作打也用了 然后蒙田没了 外面有效应 康特未来到战兵这里的话 大概率可能会出亚尔林了 这盘 他反正就这把就是 选感将来想的就比较清 反正就是今天子宣状态好的 又康特未给他 看小路这边出什么 他觉得什么好打就拿什么 是的 有时候真的是要 以人为本 是的 项羽 小路比较擅长的 因为他是个半战边属性 但其实我觉得亚连碰到什么坦边 他都不怕呀 讲道理 都无所谓 亚连只是前面发育 但一到中期节奏滚起来 发育就很快了 对的 这一局应该属于整个杭主要GDNBW在这个系列赛里 这个比我心里最难受的一局 但这把是有点像各自的一些手法招牌英雄吧 是的 就像我们前面一直提的早点的一星 对吧 决一这里的游摄哥呀 再加上赤城他的之前的绝活露娜 夏鲁特 这首夏鲁特拿的是有点意思的 没有选择直接去出亚连 亚连可能觉得对到露娜的时候没脾气 或者是考虑把亚连留一下 万一后面要放点什么 像季小满一会儿放出来了 季小满 我觉得小满应该不会再犯了 不能放吧 没必要了 应该还是亚连 没必要省了 那个圆的省他干嘛呢 说实话亚连这把 如果队位到后边带线对到的是露娜 他确实拿露娜没什么脾气 真是说真的 今天的选改教练这里也不容易 他这跟过关似的 不 其实亚连如果是出输输的话 露娜还真不敢乐他 所以这一排子萱会怎么出装 有两前排了 你他今天这个不可能输输 绝对要出输输 对 一个张飞一个夏侯站在前面 你再出肉 阅读比赛能力有问题了 这盘如果再出肉 就直接全靠加罗了吗 主要是上次我也见了对面拿 有拿双前排的配亚连了 我觉得我说他带闪现出输输 但是他现在带弱化 带弱化那就是爆裂定刀那一套了 就是我之前有看到过 也有可能输出 双前排的情况下 亚连还做那套容错力比较高的装备 那个其实就是我觉得 可能说对比赛的阅读上 也许每个人有不同的见解 是有不同理解的 再换个说法来说 不管我做什么装备 我只要能把你后排切了 这个事是这样的 有一个东西就叫做编辑效应递解 所以你在有第一个肉的时候 你感觉你很踏实 第二个肉的时候 你还是感觉特别棒 第三个的时候 你不一定有这个感觉 满足感来源于你的需求 而不来源于实际的攻击 其实这个东西过了就没意思了 但我觉得他带个弱化 他如果出那套半肉流 这叫攻守兼备 就是他可以去限制到对手的一个核心 但不一定能杀死 对杀不死的情况下 但是他有大哥加罗 这把最大的C 场上十个英雄就是加罗呀 我觉得别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我觉得也是 因为加罗要是倒了的话 10岁 那到最后真是 其实我们看到过那种 一个宁智 我记得一个 还是谁当时心狠 有过就是说 几方C位不行的情况下 被切了的情况下 一个亚连上的硬砍 一碗狂蓝那种画面 对有的 今天的子萱 平时我不知道 以他今天这个脾气啊 不太想出肉 谁没谁没年轻过 要是能看一下他名文 我就知道了 进去能看 进去能看 但16号那就是暴击那套了 如果不是的话 那就是要继承济南RW侠光辉的对抗路传统 从当年到现在就没有温吞过 是吧 是的 来进入比赛 双方的第五局也是关键局抢赛点的局 把时间交给现场观众 好 好 决议 挺狠的 顶着甲罗网冲 就为了等牛魔之一顶 这里 大家各互换一下技能 中路对抗性非常的强 对 现在我们看到的 一般我们峡谷分别三条路 小对抗路 大对抗路跟发育路 对 没有中路 中路都是在抢线的过程中打起来 中路其实是真正的对抗路 对 上边是虚假的对抗路 下边打的燕凶 中路大舞台嘛 想打架你就来 哦 九货元 九货元 输出 输出 真得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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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砍不过砍不过 应该是一个荆棘护手过渡了 荆棘护手 然后直接 这些 鞋子 无尽引刃 但是其实有的亚铃也爱新出引刃 但是 那个时候伤害会比较低 伤害就很刮了 这里动到 摸你一下 动得好久 2.5秒 成绩来得及吗 来不及 像这里二打二的话 亚铃起命还是比较不行 打不太过 赤城啊 这把很关键 小洛洛自己的话 确实没有站边用 就是他这个点 必须得顶起来 是的 然后就是早点的一星 基本上我们期待一下 毕竟招牌 这里上路直接调两个 落花开打 要秒了 状态直接打低 然后两个有走位 在野区遭遇了 那这波露娜就吃不了兵线了 对 直接回家补给了 那下边摩擦的也很凶 这样变向削弱了一波露娜的法语 又先传下来 又先传下来 然后这里想进也去吗 不太好进吧 下路优势先 王将军得回家了 没技能吗 哦 黑纱爆弹 一星就很大 框子是真漂亮 在跟数中一血到手 张飞也走不了 没有大的 这就是早点的一星 直接出了第一波节奏 对 这一下后面野区没法进 这就不好影响露娜发远了 对 其实真到四季野区也就不太好进 红buff这种地形 一星张飞加个格亚 其实压力蛮大的 对 这也是赤臣比较聪明的一个点 选择红开嘛 刚好也是往自己家的对抗路刷 对 紧跟着看发育路的塔也要掉血 这早点 确实是拿到英雄就能出效果 对这个一星 这波把人留下来 他其实加罗伞现还没撞好 哎 是的 卡了一个极限时间了 因为牛莫的闪现和架罗闪现 是没有差几秒的嘛 这里还是要看上半图的对抗 看下波蓝能不能给他控了吧 如果说露娜蓝下一波控不住的话 这盘露娜会刷得比较顺 而且 而且山羽要是来当琴牌的时候 就这波框住了 花月的这个架罗闪现好了 但没用 你已经被框住了 来不及了 在框之前他的闪现就差那么两三秒 对 就差一点 实际抓得很准 哦 这里山羽要直接来当琴牌了 这种几秒钟的时候最容易大 对 想着我马上就赚好 是的 但是一个天罗地网盖下去 没有用不掉 但是现在的亚灵碰到露娜 那就是直接抱头数算的 看到就得跑 是吧 对 哎 大家都在往过靠 大对抗路 大对抗路 真是大对抗路 这种暴君 RW霞是挺想控的 但是有一些风险啊 就是一星这里是可以留人的 啊 他这个装备是想出什么 荆棘护手加红水晶吗 先献猪爆裂吗 有点纠结 好呀 呃 龙拿到 其实好多条GDNBWG 他们在控龙这个事情上 一直是有点 不是特别好 这赛季的控龙率 尤其是十分钟之前的很低的 特别厂境处在厂境暴君 都是排在18米 都是最后 对 但十分钟之后那种关键龙 空的还是这个 差不多接近50% 没错 这其实跟他们前面的阵容有关系吧 因为你这露娜的话 前面跟夏武尊打 那确实是 制造不痛快了 他们发力其实偏厚 对 黑暗暴影暴君控制率有48.57% 暗影主宰控制率有53.06% 都还可以 但是在十分钟之前的控制率就比较低 就在我的感觉里 现在可能他们就是清楚的知道自己阵容什么时候发力期 这个其实挺有意思 对 不能把它拖太后 RW霞在25分钟的胜率是100% 100% 对 毕竟那种局也打得少 所以他最好的时间点是10到20分钟中间 15到20 15到20 15到20是LGDMW最好的时间 这个也是大部分队伍场军去终结比赛的时长了 没错 哦 卫央 独挺技能RW下 这个出砖 还是想做电刀吗 他得纠结 不能纠结 你明慧已经带了暴机 你不出无尽的话 你这个明文就浪费了 是的 看明文你还不如早点带点 带点那个攻速或者说那个宿命 带点生命 对 你的基础已经打在那了对吧 嗯 毕竟是带着暴机 嗯 毕竟是带着暴机 差不多16爆 这真是定刀呀 差不多16爆啊 对啊 这里下猴盾的也却反而是被露娜一点点的想要进去啊 哎 这里这一波南区是比较关键的团战了 他打了哦这个走位 金星给大了 单子 打不进去了 进城吧 拿不到吧 拿不到 哎 鲁娜拿到了 再飞 上瑜卡过来 五双有点难走 下猴盾没有大的 对 但是很露 等一下这个洞 上瑜被打掉 亚铃来了再砍 黄兆军闪现想帮忙留人没留住 已经没蓝量了 但下猴盾很极限被救下来了 有心灾花花不放 无心插流流成音 想抢的人没抢下来 想反打的时候 想反手的时候 想反打的时候 出问题了 对 这波怎么讲 伤害不够我感觉 下猴盾毕竟 残血的时候出发了被动 能回血 对 回了点而且队友比较及时 好点孟严现在出的 刚才出来应该是吃掉 是的 对 今天两边几次反蓝 都是那种意外频出 是的 都是没有按照他们想要那个画面 比较顺畅的把蓝buff给反到了 是的 很多时候呢 是因为自己的一些细节上 没有处理好 但是 其实如果 其实如果 今天阿拉布想 建NBW的野区的话 必须要对抗了 一定要对抗 对 如果你野区就这样子 搬给阿拉布六的话 那可能会被 就会开始加速加罗的强势器 没错 看见露娜一会儿就 声音可能没那么大 对 这里 亚连反正现在看到人都可以追着打 无所谓的 刷新 但其实蓝比较重要 这波野区应该都进不去了 对 他这个站位就是有点 想反红 但是 但是队友呢 不是感觉 张飞又在看蓝 要不卡一下 拆中一塔我感觉 对 你看这个加罗的位置 中一塔好像也有点拆不了 不纳在啊 这感觉什么都没干 什么都想要 什么都想要 对 蓝也有点那个意思 红也有点那个意思 中也有点那个意思 那就是因为人缘分散 是的 而且 而且 而且如果说真的想法红的话 那个 就是二塔草那个四野 如果站不出来的话 就是一塔 中一塔和二塔之间 那个草位置卡不住的话 那个红就必定进不了了 嗯 这里 定刀 然后莫斯 定刀爆裂莫斯哪一套 那这个 你反正就不是特别舒服啊 感觉就 怎么说呢 可能他在局内可能想的就是 还是出这一套吧 这一套感觉舒服 拉走 这里在追 路化开起来 夏侯顿反拍一下 牛魔大招给的也还不错 那怎么被反进野区的话 你可就有点难受了 夏侯顿血量直接被压残 这个蓝不好守了 想违背救赵 压中一 但中路有人守的 是的 其实这样被反野区也没办法 毕竟LGDNBW他的强势器到了 就LUNA这个点要发力了 而且这个戈亚现在也开始发力了 加罗没有破晓的时候是打不动人的 加罗这么发育 12分钟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 我觉得够呛 我觉得也有点够呛 他这个 但是现在子萱的装备就变成了 要什么有什么 怎么说 套法球流 实际上带了暴击又有弱化来防守 是的 这贼全面 但是偶像属性不突出 对 这里找到机会 这里找到机会了 反守一个框 夏侯顿 夏侯顿很弱 张飞进来保守 压灵来了 压到正里面砍的是谁 先进去把戈亚带走 这里还能砍 霸王斩 强行换掉 中路有兵线 不敢摸 中路一塔掉了 掉了 加罗这里 哇 这个露娜 弹吃加罗 还没断大 还能打 这也太飘逸了 那 就到露娜发力气了 而且赤神露娜 以前是一个绝活英雄 强行直播损 本来这波RW霞起的节奏挺好 把终于塔推了 而且时不如刷龙了 结果加罗掉了 那龙没了 龙没了 关键直损 赤神 这波没退出来啊 花月这里 花月大意了感觉 先是无双这个夏侯敦开得很好了 对 锁到了一心 而且对面打不死他一时半会儿 然后亚连 撑到了亚连 然后切掉了戈亚 花月吧 就是你看 你说他不稳吧 他站位特别求稳 但他身上有傻 对 他没有一时间躲掉 你看这个冰线啊 残血的冰线给了露娜一个跳板 对就是 他其实我感觉他是经验不足 你说他不求稳吧 夏侯敦开了人的第一时间 他都不甘输出的 对 对 但你说他求稳吧 这一下他又好像没有太多危机的感觉 就没有意识到这个标记在冰线上的应急 这个其实就是说白了缺少经验 对 你看到有露娜对吧 又有个冰线被标记了 你就知道露娜想干啥了 是的 那个跳板就放在你脸上 一个就比较缺少经验吧 这是一个新能成长的备备空间了 必经之路 嗯 但这波暗影暴君掉了就 上射了一些主动权 要缩一会儿了 以他们上一局那个状态也缩不了 他们这局能不能冷静一局 这玩意真得缩 加罗文没装备 真不行 打不过 哦 这里散心拍两个 散心 看这里里面一个效果 哎呦 没有了 急火爆炸的煞 非常高的伤害 侧面亚连赶到珊珊来迟 但看这个意思 并不是很想走 若华看起来大招直接往里砸 就找射手 但是被蓝力手伤害够不够 强拉回来 打掉一个 再跟一下普攻 这样拿着这个都二连击破 三连决胜 这什么 一波反打 八月破晓出来了 加罗直接起飞了这波 是的 一波出了破晓 再看视野找到露娜 加罗给你来点了一下 张飞没有打 完蛋了 智晨只能跑了 不敢再打了 说这波打的合不合理 这波王昭君是被开了 被顺瞄的 但加罗他的输出环境很好 然后亚连又充断 把人都逼走了 亚连的进场 为加罗创造了一个收割 是的 亚连往前打 没有人能第一时间 激活掉这个亚连 第一套技能交给的是王昭君 我们看这波牛魔的大闪 开的是王昭君跟张飞 对王昭君散心交了 就走不了了 对 因为他闪的是跟双前排脱节的一个位置 他不想闪到这个外面之局里 这波LGD更好的应对方式是什么 这里就可以直接拉走了 想拉出来 但是亚连大招减速 其实就可以去摸那个躺 或者说只要后拉一拉 是给中路压力 对 因为这波哥亚带的是狂暴 他拉了他 又来 没吸到 这吸到我感觉危险了 吸到感觉有机会杀了 但是现在加罗的装备 这里要被宽了 没散心的 是暴根嘛 塔里啊张飞吼了一片 亚连来了 贴哥亚 找到了 怎么走 子轩逮到机会 表了 你别看我带暴机有弱化 出电刀 我就是能砍掉你啊 每次进场 哥亚就跑不掉 跑不掉 因为他带的是狂暴嘛 拉不开 这个好像没什么办法 没脾气 因为牛魔在保护这个心上 也不是很擅长 是的 牛魔只能顶一下 谁来保一下子 就是 其实你要是再换种说话 如果他 他是出暴击的话 这种进场 只要摸到就死了 更快 对 而且他进场都是用大招进场的 也不存在常伤 我觉得他进场实际是很好的 但是如果那你进场实际已经这么好 你换个暴击一样的 更直接是吧 但是他这个出装 竟然反正最终的目的是吧 哥亚杀了 达到了就OK了 但也有 但这中间有隐患 这这个说实话 也有可能切不死 容错率是高了些吧 但是万一没切死就这样吧 他有个好处 他只要给哥亚赶走 就给绝技赶走 其实花月就很舒服 是的 所有人都在退的时候 家罗追着人点的时候 是最舒服的 就看夏宇能给到 家罗多大的压力吧 对 我觉得就小洛这里 要么去把家罗给怼掉 要么就把子萱给怼开 待他落地的一瞬间把它顶开 对 而且家罗的逐日子宫已经出来了 这两波让这个家罗特别顺 直接收了几波轮头 小洛得有破腐沉舟那个劲儿的 因为现在只有他 我觉得去配合一下赤城把 家罗给处理了 处理掉才能打 这里一喷喷做三个 把压力又来 一心框子也不错 这个位置双脚牛肉 冻住直接秒都没给拍 来了 上语今天打出不去千万秒掉 无间不摧的家罗再打 上语也等 张飞这个位置撑不住 但是没他打所谓啊 闪现跟进去一个被动 拿到这个 二连击破 锦南RW霞 离他们的赛点有点近了 家罗还活着 将近半分钟的复活池上 家罗选择先去吸血 华玉非常容易 压连定进去又是子萱 竞争强展 再拆高地 最快复活20秒 锦南RW霞 立马要见到自己的赛点区 带着兵线压尽水晶 恭喜锦南RW霞 先取赛点 这今天 我们还是很好奇 这个出装问题 留给采访夕去问 他有什么自己的想法 但是 就是人有时候 我觉得今天在子萱的身上 体现出了真的锦南RW霞的口号 什么叫做心不妥协 心不受限 人有时候你能发挥 多大的潜力 取决于你的内在和你的内心 当你真的内心足够强大 更有足够的追求和支撑的时候 你可能能发挥出200%的实力 但如果你真的内心 缺少了一些东西的话 可能你发挥出来50%更少 今天的子萱 完美地把自己在之前 所有的遗憾 所有的不甘 所有认为自己没发挥出来的公司 我觉得今天全爆发出来 对的 真的 非常棒 让我们来听听皮革西的看法 子萱好强 就今天的这场比赛 前五局看下来 他的这个 这一局的亚连 当时在BP的时候 他还纠结了一下 限量了一首夏洛特 然后换成了亚连 对 就是他这局 你可以看到他这一整场BO7 他的进攻性都很强 对吧 都是盯着对方的C位 很主动 但这局呢 不管是牵制的王老军 给到前置的限制 还是张飞先手喷 或者是反手喷你 那只要空到了对方的C位 限制到了哥亚的一个速度环境之后 他就会大招进场 然后 对 然后加罗的一个环境就很舒服 是的 就感觉他这几局战编的话 该操作的都操作了 对 就很主动 是的 对 然后就很能够为团队去创造一个环境 对 但这也是 航着LGD NBW这一局的一个点 蛮像赤神的露娜 我们就看到他中路那一波 对吧 光速切到对面的那个加罗 加罗 但是在红区的那一波团 也是转折点的团 也是因为他 他断大了 然后导致后续一直被追着打 那那一波你给加罗三个人头之后 你会发现不单单是三个人头前啊 那个时间点往后一拉 加罗你限制不了了 只有异性能框 但是框到了之后 张飞拆下猴拆 没人切得死 对 那一波打完这我记得未央当时也在说 对 那一波打完就感觉拦不住加罗了 就是有张飞啊 有亚连 然后还有王朝军给他的输出环境也很好 是的 而露娜其实到后面的话 也不是那么很好的去切加罗 对 感觉加罗那一波太肥了 起来之后就势不可挡了 因为时间在跟航着LGDNBW赛跑 对面是三前排 你的戈亚到后面和露娜这两个点 都会越来越刮 你必须得在前中期结束比赛 对 然后你们处理前排的速度也是不一样的 对面是个加罗 对 所以当时间越来越紧的时候 他们就会急 急了就会有失误 嗯 所以当时我记得给到了好几次 GDNBW这边的观众啊 包括替补席的选手们啊 还有教练的画面 我就能看到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开心 这个赛点对于他们来讲太重要了 对 刚刚看他们在商讨着什么 应该是在商讨下一局 要选择英雄 下一局第六局两边都all in就好了 对了 因为对于锦拿不下来说拿下就4比2了 对于杭州LGDNBW来说拿下的话就巅峰对决了 但可能也没剩什么特别好用的英雄了 然后还是这一局旁周LGDNBW输掉了 可能心态得平衡一下 因为他们这局的阵容可以说是 呃 选手比较自信的英雄 早点的一星啊 包括志诚的露娜 都是他们很自信的英雄 对早点的一星拿了六次胜率83%的 包括小洛的项羽也是胜率很高 五场60%都是比较自信的 对 今天无论是第一局还是抢赛点这局感觉LGDNBW都有点亏没吃下来 是对RW上把一把吉小满给搬了 我感觉下一把的话应该也不会给了 对 大乔的话她当时是选择放出来了 放了但你不拿 对你选择一手去抢这个露娜 但是下一局如果再放肯定要拿 是 那只能靠这个体系 因为体系还是有容错在的 哇子萱今天三连MVP 恭喜子萱又拿到了亚连的MVP 合理啊 今天拿了三局MVP都是进攻性很强的 向羽 吉小满 亚连 全都是她在切丝一样 我觉得就是把她自己这名选手的风格特点和上限打出来了 打得非常的凶 包括还有个隐藏的MVP天使 这一整个比较期我觉得她发挥的都很好 她就是子萱背后的那个男人 对的 她你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 但是她一直在做自己该做的事 然后做的也特别好 是 像第一局的周瑜啊 包括刚刚那局的王刀军 还有异星的那一局都是关键点 像她异星队匡道 然后才有子萱后面的切割 对 但因为决议这一局带的是狂暴 一旦被子萱给黏住了就走不掉了 啊来了 这波非常关键的一波 一开始击杀对王刀军是没有问题的 都打得很好 但这一个段大之后就 你看没有人去限制加罗的输出环境 他输出环境很好 你威胁不到他 那就隔墙输出嘛 对 其实不先杀了一个王刀军 只要正常不失误的话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他可能就是想的叫的东西有点多了 他想再把对面的状态再多打一点 或者是再打个掉一点 再去推你的钟 其实当时上路的边线是由 然后中路的边线已经交接了 可以去转到中路压了 嗯 但他们没有做这样的决定嘛 对 确实是一些很小的失误 但是的话 他就是会让这个局势瞬息万变 是的 对 然后瞬息万变之后的话 你就会发现 吉尼尔布侠这边加罗起来之后 就有点 真的是拦不住了 是的就比赛嘛 就是很有可能 一个小失误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因为当时看红区的那波转折点 越想越觉得有一个点就是你 如果这个时候有个团队大脑拉着你 对 可能就不会冲了 给你叫住了 对你看 对面交的技能其实已经够多了 这个时候如果你转到中路去的话 可以稳推这个钟一塔 是啊 因为没有王昭君张飞也没大招 他怎么守 所以有时候还是不能太着急 太上头 打上头了 嗯 因为这样的话你好不容易 刚刚建立的一波优势 然后立马就给对面了 是啊 从那波开始团战 就开始打不过了 团战画面就不理想了 因为决一他这局拿到的 戈压带的狂暴 一旦进场跟你伤害了 他是完全走不出来的 亚连他落地之后 一技能是霸体 你没有办法去拆火 然后后面的话 就他们很难再碰到这个加罗了 然后他们自己本身也着急了 所以几大波侠这边就 直接推掉了 平推掉了 对加罗你已经限制不住了 嗯 所以对于杭州LGDNBW来说 他们真的是要在接下来的第六局 想办法把这场比赛拖到巅峰对决 对 两位有什么招给他制一制的 如果大招放出来 你就真的拿呗 这容错摆在那对吧 侨服组合 啊对吧 是的 不然你觉得呢 啊我是不知道这局 那个 杭州NBW 啊老干尼NBW选的是什么 蓝方还是红方 蓝方还是红方 嗯 就如果要选择蓝 选择蓝的话 就是IW可能 还是会像上马一样 不然就要那两个英雄 就是一个季晓曼 一个鲁门大师 对 因为是两个不非就两套体系嘛 一个鲁门大师加黄中 一个大小叫老夫子 就看你想给哪一套了 是 然后看他还是会不会 会不会选择去玩大球 是的 那非常关键的这一场 AB的卡位赛 目前是济南2W匣的赛点 只有获胜的一方 可以继续长位赛第三轮 及季后赛 而失利的一方的话 就要面临淘汰了 是的 到底是航队LGD NBW把比分搬平 拖到巅峰对决 还是济南2W匣4比2 带走比赛 让我们把时间交给解收喜 3 5 5